在拖延多时候 中共外交部为一批美国媒体记者 延长了为期一年的记者工作证 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称 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所有记者都获得了新记者证 但是纽约时报的几名记者 仍在等待工作许可得到延长 对驻华记者来说 如果没有新一年度的记者证 就无法延长居留签证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 希望所有的20多名美国记者都能够获得延签 过去一年中 纽约时报和彭博社 发表了披露中共高层领导人家族 巨额财富的报道 此后两家媒体的网页都在中国遭到这兆 中华记者的工作注册也迟迟未获批准